神娟 行妍 神威不笨 当时被捡到的时候 确确实实 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 就像是遇到了 传说中的英雄 我这辈子 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 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 掐住他的脖子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他窒息而死 我叫沈黎 你再叫一声咯噠试试 沈黎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 我对行云 上了心 神娟 神娟 行妍 神威不笨 又被你看穿了 神威不笨 其实早就有所察觉 只是我一直想不通 好好的天为天你不待 为何要下到凡界 做一个那么憋屈的凡人 这个位置 才是憋屈 等你像我活了那么久之后 你才会知道 无聊 会成为你做很多事情的理由 我本想下界 来到人间 做一个平凡的普通的 过着凡人该过的一生 奈何我 我虽然 变成了凡人 我虽然 变成了凡人 却没有换掉 身为神明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